昨天11月21日,时尚品牌度假班来Dolce,Rabana宣布取消11月21日晚上海大秀。 张子怡、陈坤、丽冰冰、黄晓明、王俊凯等部主席度假班来递具大秀活动,而池子则在微博洒出一张美剧截图。 不少人认为其不应该在此时抖机令,因而以来网友飞影。 昨天11月21日,池子在微博发文回应被网友骂,我妈告诉过我,别人骂你的时候,别人不对,你也骂回去的时候,你就跟他一样了。 你也不对,他就得逞了,你应该变得更厉害,别人就不敢骂你,你也不会把骂骂放在心上。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脱口秀舞台上的池子的,我记得之前他说了一个段子。 他说,我妈从两岁开始叫我说话,三岁开始叫我闭嘴,好可惜,二十年了他还没学会。 池子当初因为半池子的博看他视频,觉得他搞笑才关注他的。 但他无缘无故的吴亦凡,他还被粉丝称为啥当代鲁迅。 天呐,多读点书吧,粉转路了。 也有支持池子的网友说,所以我不太明白,为什么大家骂池子骂到这个份上。 他发的图片,我第一反应,是他因为屏幕说, I, don't like Chinese,而要砸屏幕,也只是一个友好的爱国表现。 底下评论各种不友好说他讽刺这个那个。 所以,到底是看文字的人,把别人看得太坏还是我看得太浅薄了? 8102年了,怎么还会有人觉得互联网上发布言论, 还是需要像你家楼底下院子里,小朋友或家家一样玩耍, 要和全才会不被别人淘气不带你一起玩布disney呢? 既然我指明道性的说了,当然就不怕池子的粉丝过来死柴烂打, 像雪姨一样开门,大喊,不闻配你开门啊,你有本事出来啊。 舆论这个东西,你一定要理解成屈颜复事,落井下石的话, 那也只能说你家主子,活该,这肚层的爽,就要有够厚的脸皮。 明白,网友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被骂,就会说愿离盲络暴力, 输网络暴力的危害巴拉巴拉。 但是从来不觉得自己对别人的谩骂攻击也是一种网络暴力。 池子作为公众人物说话应该谨慎,池子确实应该被批评, 爱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。 有人对国家出言不逊,我们就要抵制,我不能确定池子发那条微博的心态。 但是不入耳的妈妈就有点过分,有的明星用着外国国籍在中国捞钱, 有的明星偷睡漏睡,却依然几万千手碍于一身。 真的好奇怪啊,以前就觉得池子还挺娱乐的,不讨厌,直到前正他上课奇葩说,一下就觉得这人明显看着墨水不够。 最近微博上他的言论,看着也有点开始飘了,听着闲的,人还是得多读书学习,没点文化半身真的走不久。 总之,池子永远比不上李淡。 正如李淡当上了奇葩说导师,而池子上奇葩说时表现得一无是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